總統馬英九不滿賴總統 提出的祖國論 雙十國慶日一早 突然宣布不出席國慶大典 對於馬英九的決定 萊茵不少明代沒支持 反而炮聲隆隆 十月六號新聞一出來之後 馬上拒絕不要去啊 當你拿這個當理由 或者是藉口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馬英九說話 如果可以聽得進去的話 大概豬都可以爬樹 萊茵基層朝馬前總統發難 賴總統的祖國論和國慶演說 都讓萊茵內部出現歧見 個人來說 中華民國就是我們的祖國 我覺得這對藍茵來講 是不可承受的滅頂之災 當藍茵的真正後 開始去稱讚賴清德 走回中華民國的時候 那你國民黨的價值是什麼 他可以把別人的祖先 祖宗牌拿來當成自己的祖先拜 蕭旭層話說得很重 直言負荷賴清德 會讓國民黨迎來滅頂之災 想要贏下 接下來2026和2028選戰 將會困難重重 如果藍茵的人還去負荷他 那藍茵的立足點 就將會完全沒有 而且很難再打2026跟2028 藍茵明代反抗 馬英九緊抓九二共識 才是選不贏的關鍵 賴總統兩岸論述 僅扣中華民國歷史脈絡 衝擊國民黨一直以來 強大的中華民國牌 也讓藍茵內部出現混亂 成了一個國民黨各自表述 三天新聞 周圍中華的台北報導